医生给这个男人做未进时 竟然从他腹中发现大黄蜂 而且此人肚皮之下 鼓鼓囊囊的 似乎有什么东西即将破体而出 远在几条街外的另一家医院中 又有一个浑身是血的大叔 跑上天台 他神色癫狂 举止怪异 眼球几乎要爆出眼眶 儿子追过来 劝对方冷静 可下一秒 大叔还是翻出天台坠亡 两天前他就吵着说头痛 总说有什么东西在头里 钻来钻去 但儿子艾萨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他请医生过来看也找不到病医 而父亲日渐憔悴 甚至总看到皮下有虫子游走 双目直接流出鲜血 艾萨急忙将他送进医院 守着父亲直到夜幕降临 看对方状态稳定了才离开 殊不知艾萨前脚刚走 父亲就给一个叫麦德的人打电话 他说自己中了黑魔法诅咒 下一个就会轮到麦德 他们都逃不开死亡的命运 麦德根本就不信这一套 应付几句就挂断电话 谁知撇剑手上爬满蛆虫 他吓得打掉那些虫子 整个人都摔到地上 下一秒 头顶落下几块板子 车库顶上竟然裂出一个大洞 麦德不由想起艾巴的警告 以及最近家里发生的怪事 先是麦德的家人听到房顶巨响 接着女儿乌兰吃早餐时 看到土丝上全是蛆 几人看到房顶有块没斑 难不成是从上面掉下来的虫子 麦德请园丁踩梯子检查 结果从屋顶中找出一只死猫 因腐烂发出真正恶臭 乌兰被熏的立刻去上班 途中接到一通神秘电话 那头的人话都说不清楚 他下班后去车库取车 又感觉身后有人跟着 乌兰心事重重的回家 妈妈还在念叨他取消订婚的事 一整天全是烦心事 乌兰拿出爸爸买的羊排 想吃点美味的食物转换心情 谁知腌制的上等牌肉也有蛆虫 晚餐只好改成外卖 大儿子打句 我们不是中了黑魔法吧 最近怎么都这么倒霉 家人听了还嘲笑他迷信 谁知窗子传来咚的一声 一只蝙蝠撞在窗户上咽了气 麦德如今回响一番 难道真的是黑魔法搞得贵 另一边爱爸又开始发病 他不受控制的抓起水果刀 朝着天台跌跌撞撞的跑去 正巧被回来的艾萨撞见 然后就发生了跳楼惨案 艾萨跑到楼下跪到尸体面前 看到几只蜈蜈蚣 从父亲口中钻出 第二天艾萨为其举办葬礼 其末好友因父亲的死状 议论纷纷 都说爱爸中了黑魔法 艾萨躲到卧室哭泣 结果看到父亲的手机有来信 对方似乎知道 他怕身体不好 艾萨马上搜索这个号码 发现对方是父亲的好友麦德 此时乌兰也得知一个坏消息 家里的世交拉菲叔叔死了 一年前乌兰差点嫁给对方的儿子雷诺 于情于理 他们都得过去一趟 而拉菲的妻子看到麦德一家就生气 当着众人的面 直接将他们赶走 看来那次毁婚 闹得很不愉快 麦德回家路上接到了艾萨的电话 对方表示 看到他今早发来短信 但家父昨晚已经去世 如果有急事可以跟他讲 麦德很快将电话挂断 显然不想继续聊下去 乌兰没有跟家人回去 而是去公司处理急事 结果看到了丽玛阿姨 她是爸爸的前妻 总缠着对方要钱 丽玛联系不到麦德 就想从乌兰手中拿钱 可人家跟他非亲非故 不肯掺和这种事 乌兰回家后 忍不住跟妈妈吐槽 没想到对方是母亲大发 让女儿跟爸爸谈谈 实在不行就多给丽玛一点钱 乌兰上楼发现父亲睡着了 对方的手机恰好来信 是艾萨想约麦德见一面 谈谈父亲的死因 乌兰觉得有些奇怪 就去社交媒体搜索艾萨 想看看认不认识对方 结果手机屏上落满蛆虫 吓得她赶紧丢开 这一件事让乌兰觉得不安 晚上她辗转难眠 听到隔壁房间有电视声 乌兰小心的过去查看 发现父亲不在床上 下一秒对方就从背后现身 麦德说肚子饿了 所以去楼下找点吃的 奇怪的一晚总算过去 乌兰早早去上班 妈妈留在家休息 她请了按摩师过来 躺在床上接受按摩 不知怎么的 今天师傅力气特别大 兰妈抬头想抱怨几句 却看到按摩师傅刚进门 她背后立刻冒出冷汗 那刚才给自己按摩的人是谁 这时兰妈眼前冒出一堆黄蜂 吓得她急忙抬起身子 等再往地面看时 虫子依然消失 与此同时 乌兰正要下班 地下车库的灯闪个不停 她紧张的钻进车里 结果雷诺猛的扑过来 大喊 都是因为你我爸爸才会死 乌兰马上开车逃走 她没有将刚才的事告诉家人 因为今天是爸妈的结婚纪念日 乌兰不想打扰他们 但辣妈本来也提不起兴致 她还在为白天按摩一事烦心 只能为了家人强颜欢笑 不料吃餐后甜点时 卖得突然觉得不舒服 她捂着肚子站起来 竟然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 这可把家人吓坏了 几人七手八脚地送她上车 而保姆看到地上的血迹中 居然混着几颗铁钉 画面一转来到艾萨这边 她下班回家闻到一股恶臭 似乎是什么东西腐烂了 艾萨顺着味道寻找 发现地板缝中有一块布 她拿来工具将木地板撬开 臭味直呛鼻子 而那块布包中 赫然放着一具动物死尸 艾萨觉得这东西不吉利 就放到火盆中准备烧掉 不料点燃的那一刹那 那死尸居然在火焰中活动 几条蜈蚣被烫得钻出尸体 这件事实在太怪异 艾萨就去翻找父亲的书房 结果在最下面的抽屉中 找到了几份发黄的报纸 上面刊登着 许多年前的一起连环杀人案 报纸底下还有几盘录像带 艾萨打开查看其中的内容 一个叫AKW的能源有限公司 映入眼帘 这公司的董事长就是麦德 进头一转来到乌兰这边 他们好不容易才把麦德送进医院 结果对方一躺下就吵着要吐 护士拿盆过来接住 发现麦德吐出的血中 混着一只大黄蜂 医生给他做了一个初步扫描 并没有看出什么异常 那黄蜂可能就是混进食物里了 不过吐血可不是一件小事 医生准备进一步检查 找到内出血的原因 所以麦德需要留院观察一天 家人守在医院陪他吃饭 期间乌兰接到了雷诺的电话 接通后对方却一言不发 他无语的挂断 乌兰知道雷诺恨自己 可他不能为了家人给的压力 就放弃事业 嫁给一个没那么爱的男人 乌兰满腹心事 只能跟妈妈倾诉 连同停车场的事一起告诉对方 蓝妈让女儿多体谅雷诺 不要太将此事放在心上 很快乌兰接到一个电话 他最近接待的一个大客户 突然要求推迟合同的签约时间 好像是请了什么灵媒算命 但是让他先别签字 好像那客户已经签了一条款清单 应该不会流失 这时弟弟路过乌兰去洗手间 他小小年纪就有药物成瘾的问题 突然上瘾只能去洗手间吃药 不料一只黄蜂飞到镜面上 让他心里有些疑惑 这最近也猫出来太多虫子了 同一时间内 蓝妈正在给丈夫喂饭 对方刚咽下去就噎住了 躲在床上咳嗽不止 而且还愈演愈烈 蓝弟听到声音跑过来 姐姐让他快去叫医生 眨眼间 麦德已经吐出一大口血 里面还有几枚铁钉 医生觉得很懵逼 明明扫描结果一切正常 患者怎么会吐出一大口钉子 蓝弟觉得 这不是科学能解释的 一定是有人在诅咒爸爸 可妈妈跟姐姐都不相信 每个人都在为麦德的病情忧心 无人察觉 对方的手机在闪烁 艾萨一直在拨打麦德的手机 可迟迟没有人接通 她只能联系对方的公司打探 结果得知 麦德进医院了 艾萨聪明的套出医院的地址 准备过去拜访一下 殊不知那边快要乱翻天了 彼时 麦德正在做最后的检查 医生确认 他提的没有义务 但下一秒 对方的肚子鼓起大包 似乎有什么东西 想要挣脱皮肉 一股脑钻出来 这场景让人寒毛倒数 医生抓紧给他 扎了一针镇静剂 艾萨赶来时 刚好看到麦德被推出病房 他叫着乌兰到咖啡厅详谈 还拿出录的那段视频 艾爸跟麦德似乎是商业伙伴 那段视频年代9月 是在1998年拍摄的 艾萨问乌兰 是否认识画面中的其他人 对方不耐烦地否认 大法此刻还在医院受罪 他实在没有心理跟艾萨聊天 但对方不依不饶 他觉得此人一定知道某些秘密 可惜乌兰不想浪费时间 毫不客气的转身走人 而雷诺正在外面的车里观察他们 次日麦德接受内窥镜检查 焦虑的兰蒂跑去厕所吃药 那虫子又开始围着他转 并在兰蒂转身时聚成一大团 而且正在做未进检查的医生 也在麦德的腹中发现了黄蜂 紧接着对方开始全身抽搐 肚皮下鼓鼓囊当胀出一团 内窥镜画面中全是黄蜂 麦德剧痛的男人拉出口中的管子 他推开医生站到一旁 哇的医生吐出黑压压的一大片黄蜂 麦德倒在地上没了动静 医生马上进行急救 乌兰等人冲进去查看 只看到满屋子都是黄蜂 父亲倒在壳出的鲜血中 同一时间内雷诺坐在一个老者面前 对方说了一句 他爸爸已经死了 原来是这小子搞的鬼 麦德的葬礼很快开始 亲朋好友们都过来哀悼 美满的家庭一席间化为乌有 尸体中还在不断涌出黄蜂 一直接着一支 引得来宾们窃窃私语 就连小保姆也觉得不对劲 恰逢他老家的爸爸生病 保姆干脆请自回家 离开了这个古怪的宅子 乌兰根本来不及伤心 父亲突然离世 公司的事情堆成小山 他必须成为这个家的顶梁柱 帮妈妈解决这些问题 乌兰去找户口本开死亡证明 结果翻到了爸妈的结婚证 上面显示 两人于1998年11月27号结婚 这日子实在有些奇怪 98年11月的话 乌兰都三岁了 爸妈怎么可能刚结婚 他壮丝无意的向妈妈提问 对方的脸色却变得有些尴尬 马上说自己很累 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隔天乌兰跟母亲去找医院算账 但人家从医数十年 从未见过这种病例 他们害怕此事闹大会影响医院 就提出赔偿一笔巨款 让乌兰保证不对媒体多说 女主一听脾气就上来了 她只想知道父亲的死因 一旁的兰妈打断女儿 她现在什么事都不想处理 只想回家休息 女儿白天的询问还萦绕在脑海 其实兰妈以前在麦德手下工作 两人还是因为艾萨的父亲结识的 他们朝夕相处没来眼去的 早在麦德离婚前就好上了 只是一直瞒着孩子们 此时母女两个回到家中 弟弟和乌兰留在楼下 她又说起关于黑魔法的猜测 但乌兰还是不相信 总觉得世界上没有魔法 艾蒂文言非常生气 一时间口不择言 质问姐姐 难道德火和妈妈也被人诅咒致死 你才肯相信世界上有黑魔法吗 郁闷的兰弟去找女友倾诉 结果对方在他桌上发现蛆虫 女人害怕的跑回家 这房子绝对被人诅咒了 晚上乌兰被妈妈吵醒 她看到对方坐在地上翻抽屉 急忙问妈妈在干嘛 可转头一看 兰妈还躺在床上呢 下一秒 父亲也冲进来 火同妈妈一起擦住乌兰的脖子 她瞬间从梦中惊醒 拿起桌边的水解渴压惊 不料手臂爬过一条武功 吓得乌兰立马抖掉 第二天管家说 一个叫艾萨的人拜访 兰妈一听是老友的儿子 立刻把对方喊进来 两人聊旧事聊得很愉快 还约好晚上一起吃饭 艾萨走时看到一个可疑车辆 那车里的人正是雷诺和林梅 不知道两人在打什么主意 乌兰没察觉到任何异样 照常去上班工作 那个迷信的大客户又开始找事 非让乌兰帮忙转移部分投资 因为她的林梅说 现在投的那一家近期内会股价大跌 乌兰本着服务精神帮忙转移 结果下午的时候 林梅不干好的那家公司 真的因为山体滑坡 蒙受巨大的损失 股价断崖式下跌 这一下她可不能吐槽 客户迷信了 要不是人家的林梅 这次得损失很多资金 晚上艾萨按照约定过来吃饭 期间不可避免的提到爸爸 还说起她发现的动物死尸 艾萨实在是憋得太久 恨不得把最近的事一股脑全说出来 兰蒂一听这八成是被诅咒了 就跟她爸爸一样 虽然兰蒂不知道谁那么恨爱爸 但她猜测害死麦德的人 不是丽莎阿姨就是雷诺 姆尼俩赶紧制止她的口不遮拦 说不知儿子歪打误撞 确实猜到了关键人物雷诺 吃完饭后 乌兰送艾萨出门 对方离开时看到了雷诺两人 他们正在门口花园挖土 看起来十分可疑 艾萨过去问问情况 两人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 管家闻言过来拉架 而此时兰妈正在浴室冲洗 不料花洒出的水变成绿色 她耳边嗡鸣声不止头痛欲裂 兰妈拼命地抓挠头皮 直到食指染上红色 紧接着无数爬虫从她身上爬出 吓得兰妈不停尖叫 乌兰和莉莉赶紧上楼查看 兰蒂给妈妈喂了一片药 这片药能缓解焦虑 对方总算平静下来 画面一转 一位陌生的灵媒刚结束施法 而她对面的人正是立马 没想到看起来不靠谱的兰蒂 猜中了两个要害他们的仇家 这一节1998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 对本剧感兴趣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 及时确认更新的动态哦 这个女人痛苦地抓挠头发 无数小蟑螂从她头皮中钻出 密密麻麻地朝四处散开 这场景真的是让人头皮发麻 甚至这家人面临的灾难才刚刚开始 无缘无故全身骨折的前女婿 皮肤里长出如虫的大儿子 究竟是谁在背后搞鬼 这就是本期要讲的印尼恐怖剧集 雪咒 乌兰一家本是幸福美满的模范家庭 谁知父亲突然口吐黄蜂 离奇死亡 妈妈也开始出现幻觉 身体情况每日遇下 而这些突如其来的灾难 很可能是因为仇家诅咒 其中两人嫌疑最大 一个是被乌兰抛弃的未婚夫雷诺 一个是父亲麦德的前妻 立马 麦德他没有离婚的时候 就跟懒妈搞婚外恋 他很想踹开糟糠之妻 无奈公司最大的投资者 是立马的朋友 麦德只能等合同落定 再跟立马离婚 正所谓万事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两人偏偏不明白这个道理 现在兰妈脑瓜子嗡嗡作响 似乎有虫子在里面乱窜 他不停撞到头发 以至于都渗出了血迹 乌兰进来时就看到 妈妈往头上浇饼铜 对方跪到地上继续挠头 下一秒 无数只蟑螂从中爬出 兰迪给妈妈吃了一点安眠药 处理掉兰迪的虫子 艾萨知道情况后也赶了回来 顺便把在门口 鬼鬼祟祟的雷诺跟乌兰抓进来 这俩人一看就没安什么好心 结果乌兰解释 他并无害人之心 而是受雷诺所托 保护乌兰 原来在雷夫的葬礼上 乌兰从麦德身上感应到了黑暗气场 所以想找到施法者布下的结 也就是施奉乌术的容器 眼下竟然把话挑开了 乌兰拜托兰迪帮忙找到结的位置 只见他把一个黑色的球交给对方 在兰迪松手的刹那 那颗球立刻朝前方滚去 甚至静止的攀上墙壁 撞击上面悬挂的相框 兰迪上前将其取下 巫师弄烂壁纸掏出一个布包 里面竟然装了一颗蛋 他被其能量攻击 失手把蛋摔到了地上 无数爬虫从中爬出 大家赶紧用脚踩死 曹杂的声音吵起了蓝妈 对方的状态好了很多 可巫师表示 杰虽然找到了 但布置巫术的人还在 必须找到那个人才能终结此事 此时家里总算恢复平静 蓝帝撞见 园丁在妈妈的卧室走动 不免心声移动 他把园丁放的花拔出来 仔细确认里面有没有脏东西 乌兰也一直忧心忡忡 他仔细看过爱爸留下的录像带 发现爸妈老早就认识了 再加上之前偶然看到的父母结婚证 他不禁怀疑 麦德早在离婚前 就背着老婆跟蓝妈生下了自己 乌兰打给艾萨求助 请他明天跟自己去找丽玛谈谈 第二天一早两人就上路了 他们刚到目的地 就看到一个男人走进了丽玛家 艾萨和乌兰跟上去 却听到里面传来哭声 两人从后窗偷看 发现丽玛在进行奇怪的推拿 这时身后的看门狗狂吠不止 还扑上来咬住了艾萨的胳膊 好在丽玛及时出来制止狗狗 通过三人接下来的谈话可知 刚才的怪男人叫阿南 算是丽玛的理疗师 他抗癌多年 一条命全靠钱掉着 和麦德的感情也是从查出得病后开始破裂 再加上蓝妈的出现 导致丽玛被彻底抛弃 但是从女人的表现来看 似乎完全没有要报仇的意思 难道说幕后黑手不是丽玛 先进的猜测被全数推翻 真相再次变得扑朔迷离 与此同时 巫师跟雷诺正在做法 准备用劫找到幕后黑手 两人的意识飘到一栋 相间小屋 发现了正在做法的女人 雷诺和巫师回到原身 但手中的花瓣留下了马脚 他们的行踪暴露了 紧接着头顶传来正想 巫师猛地吐出一大口鲜血 雷诺的身体也被莫名的力量折断 当场惨死在别墅中 等乌兰的人赶到现场时 悲剧已经无法挽回 雷诺死亡 巫师昏迷 两人没有留下任何提示 艾萨把乌兰送回家 结果在门口遇到一个怪人 他们追过去时 对方早已逃跑 好在乌兰匆匆记下了车牌号 他回家时 拉妈在看电影 而且不停地吃东西 自从昨晚过后 对方的胃口好得夸张 乌兰觉得说不出的怪异 次是那个怪人 登门拜访 气冲冲的要求借麦德 乌兰解释 家父上周就去世了 这时后院传来打斗生 蓝帝不知道是不是迷幻药吃多了 总是将园丁看成坏人 现在正齐在对方身上大打出手 差点把可怜的园丁掐死 好在管家跟乌兰及时赶到 拉开了发恐的蓝帝 乌兰看到地上的药带很生气 他知道地里有药物成瘾的问题 可是没想到家里这种情况 对方还沉溺其中 等乌兰回去找了一个怪人时 对方早就离开了 艾萨则通过车牌号查到 他名叫李多 每个月都会收到爱爸的汇款 不排除此人也在勒索 卖德的可能 而且李多也在内卷录像带中出现过 艾萨决定去见一见对方 但李多态度恶劣不肯多说 当时他女儿小李追了过来 还把手机号给了艾萨 表示如果想到有价值的信息 会及时告诉他 第二天小李想帮艾萨打探几句 不料李多突然咳嗽不止 甚至还吐出了鲜血 小李不敢再问 另一边乌兰家又开始不太平了 他在咖啡杯中发现了虫子 而兰蒂的幻觉更加严重 差点把姐姐当成园丁掐死 之前的噩梦似乎要卷土重来 但园丁受伤后就没有来上过班 倒是今早过来登门拜访 替兰妈带来了喜欢的花束 而兰蒂似乎对这种花很敏感 他看到园丁取着花束的幻觉 又开始满屋子发疯 还是乌兰制止了弟弟 晚上他将花摆在卧房 谁知害得兰妈呼吸不畅 爬到洗手间呕出一大滩血 而且耳边总有虫鸣声 他的精神几乎崩溃 不受控制的握住剪刀 朝着耳朵就刺了进去 虫子从伤口中飞出 乌兰听到声音冲过去查看 浴室里一大片触目惊心的血迹 随后警察带走了兰妈的尸体 而送花园丁若无其事的回家 他就住在李多的隔壁 园丁还留在对方家吃晚饭 并悄悄顺走了李多的项链 他回到狭窄的出租屋 将李多的照片订到稻草人上 而祭坛中央还有乌兰一家的照片 另一边兰妈已经下葬 兰弟坚信此事跟园丁有关 姐弟两人为此大吵了一架 兰弟跑去妈妈的卧室大哭 将桌上的花瓶砸到地上 而那兰花中竟然真的藏着结 他没有告诉姐姐 翻出一把小刀就去找园丁报仇 兰弟顺着员工合同上的地址寻人 却得知对方已经搬走了 与此同时李多也开始口吐无功 小李想送对方去医院 爸爸却说这事没法靠医生解决 然后就走到阳台打电话 提到了一个叫外男梦的地方 小李觉得此事蹊跷 就打电话联系艾萨 两人约好明天见面 而兰弟没找到园丁 跑去餐馆歇息 无意间听到身后的人提到对方 园丁似乎欠了他们很多钱 兰弟为言赶紧搭话 问出了园丁现在的地址 他马不停蹄地赶过去 果然发现了对方的踪迹 兰弟揣起刀子跟上去 只见对方带着一个女人回家 因为有外人在不好动手 兰弟只能先离开 他在小巷中的长椅上 对付了一夜 天一亮就回到园丁家门口 不过姐姐突然打来电话 他简单解释了几句 就贴近园丁家的窗户 偷偷拍下对付设置的法坛 做证据 兰弟把视频发给姐姐 而园丁正在对李多做法 此时那对妇女正要去外男梦 路上的电缆正在维修 冒着火星的电线就垂在路边 随着园丁扭动稻草人 李多觉得喉咙似乎被人勒住了 他无法呼吸胡乱挣扎 结果把女儿推到了裸露的电线上 就在李多即将窒息而亡时 兰弟撞破园丁的门 一拳打了过去 法术被他打断 李多逃过一劫 但园丁很快开始反击 没一会儿就将兰弟灌倒 他接着拿起稻草人施法 不料兰弟竟然刺了自己一刀 园丁夺过匕首打算反杀 但两人缠斗之间 他只刺伤了兰弟的小腿 对方拼命挣扎跑到大街上 这才被迟来的艾萨等人救下 园丁则趁热逃跑了 紧接着他的故事浮出水面 园丁本是一个虔诚的信徒 由哥哥小胡子接济长大 对方在麦德的公司打下手 生活也称不上富裕 女儿还患有肺炎 急需用钱 小胡子必须想办法筹钱 某天他跟园丁借了一台相机 虽然不知道这东西怎么赚钱 但过了一段时间后 小胡子手头确实富裕了很多 还给了园丁一笔生活费 让他好好学习 争取成为家族中唯一的牧师 甚至不久后 小胡子的尸体被人发现 而且身手易处 死状惨烈 从那以后园丁再也不相信真主 他誓死为哥哥报仇 从这段回忆可以推测 小胡子的死肯定跟麦德 李多等人有关 他生前也许用相机 拍到了麦德出轨的证据 或是其他丑闻 想借此勒索仇购孩子的药费 结果却被残忍杀害 兰蒂被送到了医院 艾萨和乌兰则回到了远地的家里 看到了祭坛上的照片 以及李多的项链和照片 他们拿着项链去找对方 李多正守着女儿 艾萨把兰蒂拍的视频拿给他看 希望李多能说说当年的事 但小李突然恢复清醒 李多不肯在女儿面前多说 还是赶走了他们 事实上 李多和同伴曾在爱爸的手下做事 专门替对方教训眼中钉 大概率小胡子也是被李多那帮人弄死的 所以他才不愿意提起这段往事 但女儿小李已经起了疑心 他趁附近不在偷看对方的箱子 在里面发现了一些旧照片 还有一本小册子 但小李看不出什么门道 其实这都是李多帮爱爸做事的证据 另一边李多离开后去园丁家乱翻 不良的小子竟然回来了 园丁从床底摸出一个信封 却发现里面的钱不见了 下一秒他就挨了李多一拳 对方把园丁按在地上暴揍 然后回家找工具 甚至撞见女儿在翻箱子 他火冒三丈却不能跟小李发火 李多劝女儿别再调查了 知道的越多越危险 说完就回去继续对付园丁 问他有没有帮手 园丁假意靠近他耳语 下一秒就咬烂了李多的耳朵 并一脚将对方踹晕 小李则打电话给爱萨 表示父亲似乎一直在勒索爱爸跟卖德 话音刚落园丁就走了过来 小李不知道此人的真面目 被哄骗着解开了园丁手上的绑带 好在李多及时赶来 经过一段混乱的打斗 李多捅死了园丁 但对方在垂死之际 将咬烂的耳朵碎块 扔进了一旁的鱼缸中做法 紧接着李多浑身抽搐 没一会儿也失去了呼吸 经过最近接二连三的悲剧 艾萨跟乌兰产生了爱情 他一直陪在对方身边 这晚乌兰从梦中醒来 却发现艾萨不在身边 对方的身影从阳台闪过 乌兰好奇的跟上去查看 不料脑袋突然被一只手掐住 下一秒他从梦中惊醒 来到一个陌生的房间 一个披着袍子的人突然扑过来 乌兰被吓得彻底清醒 而刚才只是一场梦中梦 隔壁房间猛的传来 兰蒂的叫声 对方的背部皮肤下 似乎有虫子蠕动 你还记得害死雷诺 跟巫师的女巫吗 她此刻正在施法 看来乌兰家的悲剧还没有结束 但本集故事就到此为止了 雪咒是由印尼拍摄 并在釜山电影节释出的恐怖剧集 特效跟人体恐怖设计非常逼真 让人看了就头皮发麻 但故事实在过于杂乱 不管是园丁杀人的真相 还是1998年的故事线 都讲述得非常含糊 只能靠观影者自行推理 这一点让观感大打折扣 没有抽丝剥茧的反转 却在结局留下了故弄玄虚的疑点 看点全在猎奇的虫子和血腥场面上 三颗星给美术设计 看点赞